你允许要有三个 你允许要有三个 在中国允许要有三个 你允许要有一个女孩 是吗 你只是男人 不不不 之前你允许要有一个男孩或女孩 嗨 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爱兰兰的可克 今天约了几个好朋友聚会 今天是树言促进 不好意思 因为我的女友们都说 我不会化妆 然后今天就让我素颜过去 他们给我化妆 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女朋友们的化妆技术 看看能够给我带来 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来去院子里面 捡一点水仙花带过去 这些水仙花开过了就卸了 你看今年爱兰的天气 真的太扎了 都快四月份了 雨天太多今年 天气非常的扎 你看看这个水仙花 导致开得很好 你看这些马上都水仙花 要过季了 我给它们捡一点 然后擦到家里面养着 好多你看那边都开满了 那边的黄水仙 看到没有 玉琴香也快开了 看到没有 还是菊花好 一年四季在这里多开着 这个 这种小菊花 就是夏天冬天 一年四季都会开 应该也养不了多久 在花瓶里面会泻 带过去 今天总可以擦到花瓶里 好看一点 现在东西买完了 准备出发去 我去回来一下下雨 稀里哗啦的雨 外面哗哗哗的下雨 画得融不融 静态有点 现实上没有那么好 是 发好了 没有 你这个照相 这样子看不明了 其实 这样看也可以 就是光线 姐妹的话在一起 天哪 放得下 放完了 不要流 你知道吗 我应该带 把那个 田纳土的那个 灵魂辣酱带过来的 从我朋友家吃饭出来了 然后现在晴空五万里 早上的时候 下雨下得那么大 温度也升高了 聊得很开心 吃得也很开心 还给我画了一个妆 现在还没到街孩子的时间 外面春光明媚 那我带大家去去看一下这个春天的公园里的赏赏花吧 看一下这春天的花 各种颜色的都开了 水仙 水仙很特别的水仙 白色的带着橘色的心 这种水仙 这种水仙 很少见 你看到这黄水仙 今年的春天还算是来得晚的 往年四月份 应该 树上都绿了 今年还是比较晚 你看一下这个 随处可见的黄水仙 我说这爱兰 只要一处太阳 随便一捏 到处都是大片 真的是 一处太阳 这个爱兰 感觉就是美的 不要不要的 带大家去欣赏一下 好美 是不是 嗨, how are you it's beautiful it's beautiful I thought you were going to take a photograph of me oh yeah, do you want to yeah, I'll cut that I'm just joking yeah, we just spent a lot of time in the park yeah yeah, yeah, I love it I said you missed it yeah, I missed it too expensive now yeah, the hills are gone further in there yeah, it's crazy we don't want to move but in this area we can't offer the four bedrooms it's expensive too expensive too expensive, yeah big money yeah, I know I know, it's crazy wouldn't be cheaper on my own country, wouldn't I? in China, still cheaper than China but see, China now the population is going down because wherever they stop you could only have one child yeah, but now you're allowed to have three you're allowed to have three now yeah, in China you're allowed to have three now you're not allowed to have a girl is that right? it's just boy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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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before that you're only allowed to have a boy or a girl no, no so they changed the room now because the population has fallen yeah it's a bit late now, isn't it? to change the rules take a notice that we won't be around we'll be dead yeah, well, big pressure to have a lot of kids about the education and everything so even the change rules not suit for everybody in China in the road you can talk to me about the population you said that China's birth rate has fallen down now, it's allowed to have three now and I'll talk to him about the situation it's been open for three now but for many families it's not a big burden 三个孩子的压力很大的 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改变 好有意思 在路边跟我聊天 其实有些移民 像移民过来的中国家庭 会经常在网上咨询我 爱尔兰生活怎么样 然后在那边会不会不融入生活之类的 其实我的感觉 爱尔兰的对外在人口的包容度 特别的宽容 很友好的一个国家 就是这里的人很淳朴 对亚洲面孔也比较包容 就是很热情 这也许是我最喜欢爱尔兰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就是觉得这里的人很简单 也很容易满足 就是一点点小小的 就是也很幽默 会让你每天在出行当中 无心中就是被这些简单的小美好感动 看看 看看这样的风景 心情是不是很愉悦 然后再加上爱尔兰人的友善热情 爱尔兰的生活方式非常的悠闲 所以他们有时间在路上跟陌生人聊天 不是那种在行事冲冲冲行走 就是做完这件事情 接下来要做下面一件事情 而且在路上行走都是快节奏的 所以这种生活方式 是我比较喜欢的 简单而美好 很容易知足 很容易被感动 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 写作的第一个 unicorn 小朋友在 unicorn 今天有太阳 让他们在外面晒一晒 有那么热吗 Aria就把外套给脱掉了 她首先喜欢再玩 现在是晚上的六点 孩子们在外面享受着最后的阳光 因为是夏令时 现在阿尔兰进入夏令时了 到了晚上八九点钟 如果是天晴的话都会有太阳 Aria 你看又有彩虹了 又看到彩虹了 频率太高了 最近 Aria快来看这个彩虹